好了安靜喔 對阿就換水 他可以幫我換音 就用你的課本 把心經下來喔 這堂課有我要教的東西喔 這個我們要上到最後一堂課才能整個結束齁 大家都來了齁 好 各位同學大家 所以你禮拜二才會全部找 禮拜一 禮拜二沒有課 但今天我要講的東西也很重要 來翻到課本 第148頁 這裡先寫一個key喔 這個地方齁 我會把證明留到下禮拜一再講 你有沒有發現我中間挑過很多證明 證明的部分我們都下禮拜一一併解決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把課本的整體的內容 還有該注意的細節 跟同學做個清楚的說明齁 在148這邊寫一個key喔 y i 等於 a倍的s i 再加上v 那這個i是什麼東西呢 i從1到n 1 2 3 一直到n 代表我有n比數據對不對 同學應該知道這是一個線性轉換 y等於s加v喔 其實它圖形是一條直線 同學知道這個a代表什麼嗎 這個a代表斜率 斜率 然後這個v代表y結距 但是我們現在在一圍數據的世界裡面 你應該曉得這個a代表的就是什麼概念 伸縮 很好 同學你要特別注意喔 伸縮跟斜率的關係是什麼 我建議你回家想想看 來你把它寫上去 這a代表伸縮 對吧 然後這個b代表的是什麼 平移 平移啊 對吧 我們昨天不是用成績當比喻嗎 對吧 把你的原始成績 譬如說乘上1.5倍 再加10分 諸如此類的嘛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的 同學你要注意伸縮跟斜率有關喔 阿平移跟什麼y結距有關 你看嘛 那y結距在變的時候 直線是不是會平移 你懂他感覺喔 這個 將來你要把這些概念 整個把它統整起來 好啦 這個 就是我們昨天教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y等於s加v 這個a代表的是伸縮 這個v代表的是數據的平移 我們來看一個很重要的口題 課本148頁 隨堂練習 這個題目 我要你給他三個讚 這個題目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些同學好像不太會做 這有點奇怪喔 來這個題目我仔細的講一次喔 大家一起看喔 他說喔 某一次數學期中考考25題單選題 每一題4分 班上成績不太理想 平均數為36分 標準差為12分 把它畫起來 喔 平均數 喔 班上的平均 我寫一下好了 這真的搞不好 平均數是幾分 喔 36是不是 36 然後他的st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對標準差 來是幾分喔 標準差是12分 喔 平均數跟標準差都有單位喔 同學你知道這件事吧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欸老師喔 看這樣不行喔 考實在是太爛了 爆爛對不對 老師決定調整每個同學的成績如下 哎呀 將每題4分改為5分 來我寫一下喔 將 每題4分改5分 欸 4分 改成幾分 5分 然後這老師佛心來的喔 每題4分改5分之後 再怎麼樣 計算總分之後 再加10分 哇賽 再加10分 這到底是考多爛啊 來 來 再加10分 好啦 那我第一個問題就來囉 來那個 同學你抬頭看我前面喔 欸請注意喔 證明的部分 我要留到禮拜一再講喔 我們禮拜一最後把這些該講的證明講一講 我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請問你 再加10分 這一個動作是什麼 平移 太好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喔 沒有人不知道的嘛 對吧 就是這個V嘛 就是這個V嘛 V就是死嘛 你懂這意思嗎 對不對 再加10分 你給我寫上去 這個就是平移 欸我會兇嗎 我對你們那麼好 關鍵在上面這個傢伙 誰要吃東西 哪個無恥的傢伙 雲松竟然在吃冰 不是我 剛才很小喔 上課吃冰 他就是吃冰 他就是吃冰 高中生 你說自己可以知道 先來學生自己分 哈哈哈哈 欸 問這裡喔 欸這有些人不懂喔 4分改5分 這個到底在幹嘛 伸縮 伸縮 我這樣講好了 我每年都發現 這個東西有人不太懂喔 如果有一個同學 考4分對不對 他這25題只對1題 那原始成績是4分 採用新的制度之後 他會變成幾分 他會變5分 那如果他考8分 他對2題 調整之後他會變幾分 10分 對不對 你知道我意思的 這個班應該沒有人考100 因為考100的話 如果他經過調整會變幾分 150 100 100多少 125 125分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喔 4變成5 8變成10 100變125 這個就是伸縮還提名 伸縮 伸縮啊 寫上去啊 這就是伸縮啊 你應該知道這句話 是在講伸縮吧 懂嗎 懂嗎 我這樣講這個很簡單喔 所以請問你喔 他現在喔 他在告訴你 再加10分 代表說 他在暗示你這個b是多少 這個b是10啊 對不對 那請問你 他跟你說 全班喔 把每一題的4分 每一題分數配分 從4分改成5分 他在暗示你的a是多少 對 你的a是4分之5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就這樣子而已 這題目就這麼樸實無華 你只要看懂就好了嘛 所以這個題目他是怎麼樣 來 yi yi 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會等於4分之5 倍的什麼東西 si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10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嘛 那這個題目到底要幹嘛 他說 調整之後 最高分不會超過100分 這蠻合理的喔 調整之後超過100分 對那個同學就 不太公平嘛 那麼請問 調整後的 班上數學成績的 平均數跟標準差 solution跟著我寫喔 這很簡單喔 新的平均數 我寫中文好了 新的平均 請問你 會等於什麼東西 4分之5倍的什麼東西 舊的平均 趕快寫喔 再加上幾分 加上10分 昨天有講過吧 伸縮跟平移都會影響到平均數 沒有問題吧 對吧 所以來 我們新的平均應該是多少 這超簡單的喔 4分之5 乘上 來 本來我們班的平均是多少 幾分 36分 對不對 36分 然後 調整之後 來 再加怎麼樣 再加10分 對不對 所以經過最後的 final的調整 平均變幾分 55分 欸 這樣不錯 這樣數據看起來就好看多了 對不對 這次很簡單 這次很簡單 對 我都沒有用什麼數學記號喔 就這樣寫就好了 好 因為證明我留到下禮拜一 來 然後這裡 我們接下來要算新的什麼東西 標準差 我告訴你啦 就如果你不太會用這些記號的話 你乾脆考試就寫中文 你懂嗎 寫中文不會怎樣 寫中文是可以的 欸那請問你 新的標準差 標準差是誰開更號 所以是誰的什麼東西開更號 是新的變異數開更號 欸這樣可以嗎 這沒有問題吧 欸 這樣寫沒有意見吧 對不對 好 然後請問你喔 新的變異數跟舊的變異數之間是什麼關係 我昨天有教啊 我昨天有教啊 你這裡如果乘四分之五對不對 新的變異數會是舊的變異數 那個四分之五會有什麼效果 平方的效果 所以它會變成多少 十六分之多少 對 十六分之二十五 昨天有沒有講過 有 然後後面是乘上什麼東西 乘上舊的變異數嗎 我再跟你強調一次 你出去考試 如果你那些數學符號的使用 有點障礙 你乾脆就像我黑板上這樣寫 這樣寫 絕對不會有問題 全部都寫中文 絕對沒有問題 對不對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用那些數學符號 你這樣寫絕對沒有問題啊 好 那請問你喔 這個東西算出來是誰呢 哎呀 算出來好簡單的 二十五分之十六 照抄嗎 呃不在啦 十六分之二十五 我講錯了 十六分之二十五 來請問你 舊的變異數是誰 欸 它題目告訴你 標準差 所以請問你 這邊應該是什麼 一四四啊 有沒有覺得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也不用背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算出來 欸這很快啊 這就是四分之多少 四分之五 然後再乘上什麼東西 十二 欸 所以標準差要變多長 十五 標準差有沒有分 有沒有單位 有 十五分 欸這樣可以嗎 就這樣子 都寫中文 絕對OK喔 對吧 都寫中文OK喔 來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欸我們昨天其實有講過嘛 同學平移會不會影響離散的程度 不會啊 數據平移不會影響離散的程度 是伸縮才會嘛 而且這個伸縮會變成平方 它是不是會變成四分之五的平方 這樣聽懂喔 OK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就跟他說再見囉 阿正明的部分我們就禮拜一再講 來跟這個題目說拜拜吧 拜拜 拜拜 吃飯啊 你們每一天來一天中午不是吃飯 你說 等你們回去吃自助餐的時候 就能吃水餃 我要講最後一個東西 把這個講完就可以 數據 這講完我的進度就差不多囉 幾剩就沒有 這個要講完也不容易喔 來數據標準化 請上去 欸 數據標準化 欸 這個標準化 請注意喔 他是一個特殊的伸縮加平移 他是一個特殊的伸縮加平移 來趕快寫齁 高中的統計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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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標準化很重要 你要特別把它學好 來 什麼叫數據標準化 仔細聽喔 Yi 跟著寫 Yi 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Si 減掉平均數 叫做μx 再來足以標準差 Sigma 這個叫數據標準化 來 我等你 這個 什麼東西 你說 μx這個代號 是不是 μx這個代號 能不能寫成 s bar 是這個意思嗎 是 可以啊 數學上有人用這個 有人用這個 這兩個符號是通用的 寫這樣 跟寫這樣 都代表x的算數平均數 有沒有問題 你考試寫這個對 寫這個也對 沒有人可以給你打錯 這兩個代號指的都是同一個東西 好 在統計學裡面 所以你要寫μx 還是你要寫s bar 都可以喔 這邊先跟你講清楚 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這裡要寫s bar 也ok ok 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來 然後這裡 i 直接聽喔 i從1到n 1 2 點點點 總共有n筆資料 把你的每一筆資料 減掉平均數 再除以標準差 其實減掉平均數 就是在做平移嘛 那除以標準差 其實就是在做伸縮嘛 所以這個標準的話 其實他做了兩個動作喔 他有做伸縮 也有做平移 你看懂嗎 我也可以把它改寫 成另外一個型態喔 來 我把它寫成這樣 你現在把它改寫成這樣 這裡是sigma x分之1 乘上si 再加上 什麼東西呢 再加上負的 sigma x分之什麼東西 μx 好 請問你 我要把它寫成這樣 這個傢伙框起來 這個傢伙 在數學裡面 我們把它稱為叫什麼 你看一下我最左邊那邊寫的 這個代表什麼 斜律 這斜律 對啊 啊這是什麼 伸縮啊 對不對 然後 後面這個傢伙 你再把它封起來 你告訴我 後面這個傢伙 就是什麼 就是平移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 你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這個數據標準化 其實它有兩個動作 它有伸縮跟平移在裡面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高於我沒有交很難 OK 然後關於這個標準化 我跟你講有三個重點 高中數學這裡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來你寫上去 標準化後的數據是沒有單位的 寫在課本上 這個很容易解釋 等一下我來問同學 標準化的數據